不管是要买咖啡、买吃的、缴费、取货 去超商一趟统统都能搞定 如果现在关门了是要叫大家怎么办啦 位于台北科技大学学校大川堂 已经营业16年的7-11超商 因为学校的发展将规划改设成以文走廊 即将在明年1月停止营业 这消息一处让校内的学生直呼 没有办法接受啦 因为这间7-11位于北科大的交通枢纽 加上校内也没有学生餐厅 所以7-11就成为学生们 在短短下课10分钟内最常去买食物的地方 有部分学生得知7-11即将收看后 9月19日开始发起声援小气连署活动 希望保留7-11在原处继续服务 至今已有超过800名学生连署 不过有北科大学生向苹果新闻网投诉 校方得知这项连署活动后 竟要求学生撤除连署运动文宣 还说学生如果有意见 请跟总务处结洽 投诉人痛批 每个人应该都有发表组件的权利 呼吁校方以顺从校园民主 不应以权力打压 学生自主发起的校园运动 对此北科大则回应 近期总务处得知 这件门市在结账柜台提供连署QRコン 鼓励消费失声声援 反对移除该门市的连署活动 中央处只是提醒厂商 获得在校内营业场所 进行与营业无关的连署活动 并会要求学生撤销保留超商连署活动 北科大爷说 大理堂内原本有一家OK超商 未来也将会有另外一家7-11进驻 所以学生们还是可以去7-11消费啦 7-11则表示 连署行动是校内学生与校方之间的事物 一夜折地场不便介入 至于该门市后续是否继续营业 以校方说明为主